今早的AT各股推介是中電信7.28 挑選原因是在高息環境下 中資電信股可以視為具有盈利增長的收息防守股 受惠新興業務增長 中資電信股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盈利前景向好 股份可以關注中電信 中電信在行業當中最先發展數字化轉型業務 上半年產業數字化業務收入按年上升19.4% 在三大業務當中增長最快 主要是由於IDC天翼雲收入顯著提升 期內天翼雲收入按年增長100.8% IDC收入增長11.1% 規模持續保持行業第一 在著新興業務數據中心等收入高速增長 預料將會成為新增長動力 中電信去年派息比率增加到60% 2023年會逐步提高超過70% 並由今年開始宣佈派發中期息增添股價的吸引力 涵博綜合預測中電信2022至2024年 股息率分別是8.1里 9.7里和10.2里 中電信過去兩個星期 累計升接近7% 倉6個月高位 昨日收是2.8% 升了1%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在2.8%或以上 繼續持有 短線看去年8月高位2.9% 沒有持貨的投資者就建議回調到2.6% 附近吸納 跌穿5月低位大約2.4%就適宜減遲了 體 Boost v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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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x